中午的一时一刻 电信王子玉堂先生 武安你好 明镜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那整个盘面当中呢 非常的亮眼 尤其是以OTC指数 在目前的表现 可是亚洲之冠的涨幅 没有错 其实在我们先前 也有谈到一个论点 就是说集中市场 在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先行创立此高 那时候OTC没有 那我们在谷歌线的节目 也谈到贵买市场 或许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接棒演出 我觉得今天就是很明显 因为今天大型股休息 像是台积电 鸿海联发科 大概是日前的一个市场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人气焦点股 虽然今天熄火 但是我觉得跟集中市场 解读雷同 并不是所谓转空 掌桌休息 但是OTC指数的接棒 我觉得很明显带出来 就是说 整个台股的一个行情 还是强当热闹 尤其都是集中在一些 具有题材 业绩面的中小型个股 那当然生计这一块 我觉得有些是来自于疫苗 防疫的题材 人气看起来很强 尤其先前可能整理比较久 所以短线上能够获得市场上 买盘的一个支撑 那面板也是 因为财经缴出来的获利也不错 我创三年高 所以车用面板 我们之前也聊到 邻居的一个部分 过去它就主攻车展面板 当然是相当有机会的 所以股进比也偏低 那IC设计 我觉得很明显 就是有什么 中小型股接班 你看世新KY 实属于涨多休息 因为毕竟来到1000元 有点高速不剩 不过你可以看到 像是3035的支援 本益比 我觉得还算偏低 MOSFET的部分 也可以多加留意 像是3317的尼克森 尼克森你看它的日线架构 有打出了一个小V底的味道 目前股价也占上 所有的均线架构之上 尤其在今年 MOSFET的价格 还有上涨的空间 所以相关的 这些供应商的部分 我觉得业绩也不错 那另外一个族群 我觉得也是在今年 整个元月份 都很整齐的 就是自行车 那这个族群 我觉得还算是 有点被市场所低估 因为在业界传出来 有些这些零组件的部分 不管是缺货缺料 缺贵的影响 有些这些零售商 要跟这个上游的厂商 拿零件 有些比较这种 稀有性的零组件 可能要排到一年 甚至两年之后 你就知道自行车产业 这一块有多么的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再加上欧美市场 所谓的一个封城的影响 电动自行车的一个需求 比过去成长性更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美利达的一个部分 元月营收也是写下了 同期新高 目前的股价 前一波来到307.5 现在还维持在 相对高姿态的 一个附近做整理 所以既然品牌厂 美利达都攻高之后 其实很多的一些 具有竞争性的公司 尤其他们的 背后的零组件的厂商 我觉得在今年的业绩 绝对是跟着雨露均战 像是它的主要的 零组件供应商之一的 1517的利期 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列入观察 因为第一个 以1517的利期来看 在今年它的元月营收表现也很好 这个77.8%的成绩 也是创下了这个近几年来的一个同期新高 年增是超过70% 那我觉得有几个利期性 因为以利期来看 过去几年它的一个 像是自动器的产品 手把等等 过去几年已经切入到 刚刚谈到的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产品 别的部分 像是这种可断电的手把 还有这种可断电的油压叠煞的一个部分 这块产品它的毛利率它是更高的 所以顺着这些中下油品牌厂的一个出货旺盛之下 以今年来看 它的EPS在法人的一些报告预估数字当中 保守一点可能看到1.2 乐宽一点的看到1.5 1.6都有 所以以1517的利期来看 其实目前的本益比说真的并不算高 而且你从它的日线的架构去看 也算是从今年元月份开始 打出了一个小顽底的味道 尤其在今天顺着整个台股的一个 OTC的转强之下 利期的部分也补量在这个地方 去挑战季线的一个关卡 那跟它同样是在做这个电动车 零组件另外一家厂商的是1526的日池 你看日池其实在今年业绩也不错 但是相对来说它的本益比 我觉得市场给的比较高一点 所以以1517的这个利期来看 目前的本益比可能大概才10倍出头左右 而且股价才刚接近到 净值所有的一个位置 再加上我们过去也聊到 现阶段在台股创历史高之际 这一种所谓的10块钱附近的一个同版股 我觉得布局起来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 因为第一个下档的空间 第一个它相对有限 而且股价才刚回到禁止的位置 那如果说在今年 我们刚刚谈到的逻辑 在整个电动自行车产业的一个部分 在今年订单能见度 都已经看到下半年之多的话 有业绩支撑的情况之下 其实股价我觉得绝对是还有空间 所以我觉得自行车这一块 不管是品牌厂的巨大美丽达 甚至零组件的日迟力气的一个部分 原则上我认为可以比较乐观去做一个看待 那再来以今天的架构来讲 原则上跟我们过去几天所谈到的一样 营收成长相关的一些 应该算是涨幅比较落后的公司 我觉得今天就开始有表态了 像我们昨天尾盘还有谈到的 像是6126的信音 昨天我们尾盘谈到信音说 他从NB的连接器跨入到车用领域这一块 原则营收是在年前公布创历史高 但是因为年前市场上的买气比较保守 大家比较倾向于年前是卖股 就年后回来之际 就是有点是落后的补涨反应 你看信音的部分 在今天是涨停工高 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反映出来 这个营收创历史高 结果股价还压在这个地方 市场就会发现 这些委屈股 开始就有点买盘做一个接班的动作 再来像是3305的声帽 主要是在这个PCB上有原料的 这个洗衣汉接的一些产品原料的一个部分 营收表现也很好 因为营收年增是75% 你看声帽的部分 在开红盘之前的两个月的时间 股价几乎也都是在横盘整理 然后公布出来营收 这个成长性很高 你看最近的股价是连三天 就是开红盘的345这三个交易 连续性的一个喷出 这个部分也是反映出来 就是业绩好的公司 结果股价可能还压在这个相对低档区之际 就显得有点委屈许多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逻辑角度去看 投资不必盲目去追高所谓的一些强势股 甚至一些个股身上 反而去留意一些这种 我们刚刚聊到的 在这个业绩当中表现好 但是股价它是有先经过整理休息的个股 反而在下阶段 就是说后续性上来讲 我觉得慢慢的市场的 就是说这种资金 会再去追捧这些所谓的业绩成长股 然后该有的本益比 甚至合理的一个股价就会陆续去做反应 OK 那整个盘面 大家在整个操作的一些原则 当然也台积电的休息 也递到的资金能够外溢 甚至让这些比较低位阶的 落后补涨的操作原则 对 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一个重点 基金店盘很漂亮 台积电休息 大家担心这个盘涨不动 结果反而台积电休息资金很灵活的 就是转到这些中低价的业绩的成长股票 当然除了电子股之外 我们今天带出来几个面向 自行车这一块我觉得算是不错 而且以传产类股来说 他们今年的订单能见度很高 那类似刚刚谈到的像1517利期的部分 营收成长而且技术面 类似像这一种就是 有先经过打底整理之后的 这一种成长股 我倒觉得他们股价后续的续航力 反而可以更乐观的期待 OK 也非常谢谢玉堂先生 跟我们所做的一个追踪